五磚茶 好香哦 如果这整个茶哥都是我的 该有多好 这个是安化黑茶 然后入口的话非常的清爽 喝起来还会有淡淡的回甘 非常的好喝 就是黑茶历史悠久 我们今天也看了天下茶道的表演 就其实在万里茶路之上 其实茶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一个媒介 我一开始接触到的黑茶 就是喝的90年代的千两茶 那时候我看到它的时候 已经是切成一块一块 而且特别的硬实很难撬开 然后今天看到的 他们泡的那个黑茶 有非常明显的灌突散男菌 也就是他们说的金花 让我觉得我终于看到了 就是很亮黄黄的一个金花的样子 就我们在泡茶的过程中 通常呢我们会先有温杯温壶 还有就是温云杯的这几个动作 那会根据大家使用的器皿不同 可能会有不同的流程 因为我平常其实就有在喝普洱茶 那大家都知道普洱茶其实也属于黑茶的一种 然后呢好的黑茶可以干嘛 可以入药 用成这样的砖很不容易耶 我最喜欢这个黑浮砖 然后花卷茶跟千两茶 然后能够有幸来到 这个黑茶的故乡安化 我觉得实在是太期待太开心了 很期待接下来的行程 就是我之前是有就学过台湾乌龙茶的制程 所以我对乌龙茶制作比较了解 但对于黑茶呢始终只是文字上的 所以就很期待明天真的能够亲手做一道黑茶出来 然后了解它的工艺能有更深入的交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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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